叫的真好听 各位粉丝朋友们你们好 是不是感觉很久没有看到吉祥三宝了 最近他们都在换羽毛 现在羽毛已经换得接近尾声了 你们看一下现在的颜值 这是三宝 以前三宝背上杂志的羽毛特别多 这一次换羽毛现在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颜值那真是没得说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吉祥 它现在羽毛换得真是要特别好看 颜值已经超过三宝了 而且叫的也特别好听 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叫一个吉祥 叫 太好玩了 但是唯一的遗憾 他们两个都是公的 现在见面就打架 不然的话 他们这个年龄早都应该可以繁殖了 我就纳闷了 我养的鸟怎么都是公的 而且都爱咬人 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三宝那种白色 看久了就会有十美疲劳 然后吉祥这种颜色 总是觉得特别好看 不是特别惊艺吧 但是你什么时候看都会觉得很舒服 这颜值是不是已经超过三宝了 它这嘴巴一刻都没停过 只要拿在手上它就不停的叫 特别高兴 去吧 站到树上也在叫 哎 要繁殖了可惜啊可惜都是公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嫩的草 喂饭桶应该不错 我们扯一点 饭桶来给你搞一点好吃的 从来没见过这种草吧 这种草我们这里经常拿去喂猪 喂鸡 所以兔子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来 这个死饭桶好像还不喜欢这个味道 看一下这个死饭桶 现在长得多胖 现在这个块头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越来越挑食了 这草它都没兴趣吃了 哎 走了 拿去喂妖鸡了 不给你吃了 看一下妖鸡长得快不快 别人每次一来都问你这养的两个什么鸟 我说是小鸡 他们说都没见过这种鸡 颜值还不错吧 吃不吃 好像他们很喜欢吃哦 特意把药鸡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颜值是不是还可以 这个关越来越大了 以前它还能躺在手上 现在躺在我手上 你们能看得到我的手吗 长得太快了 然后最近又帮亲戚孵化了一堆小鸡 再养几天就给他们送过去了 小鸡还是小的时候好看 去吧 刚刚别人给我拿了一个蜘蛛过来了 好大呀 本来想喂妖鸡的 当然想着蜘蛛是一虫 我们把它给放生了吧 顺便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大 赶紧走 跑了 这是之前从一个粉丝那里救助回来的 今天已经养了九天的时间了 你们看一下变化大不大 一共是三只小鸟 还有一只因为比较小一点 所以就没有把它给带出来 今天就带了两只出来 让他们练一下胆量 以便于以后更好的放生 随着他们一天天的长大 颜值也没有变高 但是我知道了他们是什么品种 加上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我也看到了 它的学名叫吉林 长大以后颜值还行吧 但是现在这个颜值的确是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它们长尾巴了以后 尾巴就这样一直在动 特别有意思 而且这种鸟的话 我们这里还算是挺多的吧 一边的在小河沟旁边呢 水库旁边呢 马路上啊 经常都能看到 这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鸟 而且我发现它们的腿特别长 只要给它们放到地上 它们跑的速度特别快 看一下啊 这尾巴好同步啊 跑了跑了跑了 这几个小家伙现在野性十足 这第一次出来 它就想逃跑 不要急 等你长大了会吃东西的 我就把你给放了 我也不想饮 你实在是太丑了 再说你们现在还不会飞 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一看这家伙就是白眼狼 我一天比你好吃好喝的 你还想逃跑 完了 这是又饿了 我先给它拿点吃的吧 你们就说一下 这服务到位吗 蜂涌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吃饭吃饭吃饭 一口就吞了 另外一只就想着逃跑 这尾巴 我都担心你把腰给闪坏了 不停的闪 来小伙子 不要闪了 吃点饭 开饭开饭 还不饿 这一下应该都吃饱了 吃饱了不要逃跑 吃饱以后特别安静 东张西望的 应该是在策划怎么逃跑 但是现在逃跑的话 那就不是逃跑 那是自杀 又不会吃 也不怎么会飞 出去之后 只能成为什么猫狗啊 之类的口粮 结局很惨 所以现在你们还不能跑 我准备再养个半个月的时间 就进行放生 前提条件是 它自己会捉虫吃 到时候我就放心了 养这种小家伙真的很辛苦 不过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挺可爱的 有点丑蒙丑蒙的 特别在逃跑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 小伙子再给我们表演一个逃跑 这小尾巴 咋了这吃饱了也不跑了 好准备开始 它在寻找逃跑的方向 它跑了 头都不回地跑了 小鸟在这个阶段属于懵懂无知的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都能跳这么高了 现在你还不适合逃跑 先跟我吃香的喝辣的 等你稍微大一点 翅膀硬的 再策划逃跑 我不会拦着你 走吧 带你回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